大家好,欢迎来《妙招派》每天分享什么小妙招 很多朋友都好奇了为什么我们手机明明没有使用多久 为什么总之会出现卡顿的情况下呢 其实在我们使用手机过后我们会发现 最为护手其实是我们微信 我们只需要将我们微信里面这几个功能给它关闭掉 我们手机内存就会比较好的使用了 所以大家赶紧来看一下吧 很多朋友都觉得为什么我们的手机越使用越卡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将我们微信里面这三个功能给它关闭掉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点开微信找到我 最后点击设置点击进去 然后我们找到通用这一栏点击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会有个照片视频文件以及通话 我们接着再点击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自动下载 以及照片以及视频都是系统默认打开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它一个个关闭掉 像我们自动下载呢 它占据我们手机内存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将它关闭 这意味着我们平时在聊天的时候 只要点开一些照片视频文件之类的 这样就会自动下载到我们的手机缓存里面 这样就会占据我们手机一个内存了 所以我们想要手机不卡的话 一定要将这个功能给它关闭掉哦 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照片以及视频呢 也给它关闭掉 这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微信拍摄一些图片视频 或者是编辑之后呢 我们就算没有点击它保存 它也会自动保存到我们的系统相册里面 这样呢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相册里面呢 所以多出很多的照片 这样呢 就会占据我们一个手机以及微信的内存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将它关闭掉就可以了 还需要关闭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找到通用这里来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储存空间 我们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微信呢 占用我们手机内存 已经达到3.3个G 这也说明呢 我们这个手机使用还没有多久 如果呢 一般手机使用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它占的比例呢 就会比较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有一个缓存 一个聊天记录 我们首先呢 将我们的缓存给它清理掉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清理我们的聊天记录 我们点击去管理 然后呢 选择一些我们不需要的聊天记录 将它删除 这样呢 就可以将我们手机内存呢 发挥到最大了 看完这个视频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将我们手机呢 这几个功能给关闭掉 那么呢 下次我们手机以及微信呢 就别出现卡顿情况了 喜欢就分享出去吧 我们下期再见 好看